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爱德华带他们去了发行怪物的冰湖 凯德和其他人来到湖面上 他真心地发现 湖面底下竟然有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 勘探队员们把怪物挖了出来 放在了他们休息的房间里 之后他们出去庆祝了 教授走过来对他们宣称 这是迄今为止他发现的最为奇怪的生物 他的基因水平和所有事件存在的生物都不相符 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当天晚上一个黑人勘探员 好奇查看这个怪物时 怪物突然破病而出 不见了踪影 小黑急忙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人 其他人也都是很慌张 教授派出去两个人寻找怪物 其他人分头行动 其中一人 亨里克在车下发现了逃走的怪物 正在他打算回去汇报时 怪物突然伸出触手 抓走并杀死了亨里克 另一个人吓得尖叫起来 他的叫声引来了其他勘探员 最终他们放火烧死怪物 教授解剖了被烧死的怪物 凯德发现怪物身体里有一个钢胎板 竟然是亨里克的 之后亨当和凯特观察了怪物和亨里克的细胞 惊讶地发现 怪物细胞竟然在复制他的细胞 凯德在厕所中发现了人带血的牙齿 于是他知道怪物已经复制到另一个勘探员身上 为了检测 怪物到底复制了谁 凯德做好了实验要用的器材 却在当天晚上被人恶意烧毁了 看那对人心惶惶 故乡猜猜忌对方 凯德为了平复人心 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那就是牙齿 因为怪物的特征是只能复制有机物 而不能复制无机物 这就意味着 只要牙齿有补过的痕迹 就证明是本人 这一举动 使得勘探队分为两队 两队发生争执 小黑一不小心开箱打死了其中的一名成员 艾德华也在争执中受了症状 怪物再次复制 藏在了艾德华身体中 杀死了亚丹和小黑 凯德看到奇猫和卡特拿起喷火器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打算在怪物出现时 用喷火器烧死他 影片最后 凯德两人成功用喷火器烧死了怪物 这时他们看见教授自己开车逃跑了 凯德以为教授被怪物附身 于是决定开车跟踪教授 就在这时他发现 卡特的耳朵上戴的那只耳环不见了 凯德知道 除教授和自己之外的最后一名成员也被附身了 他虽然心痛 但是为了不打扫警察 洋装去车后面放下喷火器 趁卡特不注意 凯德放火烧死了他 全面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心互相猜忌 原本那么信任的人变成怪物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